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昨天晚上我们这里第一次下霜 所以有点凉 看没有 我早晨出去的时候都要穿这个外套了 都要穿这个外套了 所以有点凉 早晚的新西兰早晚的温超市很大的 我们这里已经冬天了 但是在我的心里永远是春天 但是在有些地方永远都是冬天 寒冷的冬天 让人家透心的凉 就像香港现在 香港看了游行的结果不是那么很乐观 我觉得大家真的应该是 像以前在网络说的 把钱转出来换成美金 而存到外资银行去 这个是真的很重要 郭朗特我真的担心去不出钱了 股票还紧紧抛了 我要到说再也像 那个不允许抛售了 这个是很悲哀的一件事情 美国也已经开始正式大选了 希望在海外的在美华人都能够选川普 川普他是一个很爱美国 他很有正义感 虽然他是生意人 他有利益 当然人家爱自己的人民 以自己国家利益为上 那有什么不好呢 这才是一个好总统 是不是 一个总统 一个一个国家里当人不爱自己的人民 压榨自己的人民 这个让人们生活在水深火热这种 处处充满了不公平 不注意社会影响 让他的人民在生活的地位 被人踩在脚下 这个是不好的 所以川普跟有一些人比起来 川普是高高在上的 不愧是尊贵的 这个官二代 富二代 所以人家这个气节是绝对不一样的 美国是永远的No.1 美国万岁 自由万岁 我觉得 你看这个 瓜伊多已经开始进入交接的程序了 那个独裁已经根儿屁了 当然他没死 就是他的政治生涯已经结束了 我觉得下一个灭亡的独裁 走向民主的应该是 伊朗 下一个就是 那些全世界都痛恨的 全世界唯忧的那个国家 这个需要时间 苦比百姓还需要煎熬 所以呢 我昨天看到网友给我留言说 这个其他的这些 民运人士 就是拿着人家捐的钱买房买车 这个的确有点不低等 就像他们这样的说法 什么问题也解决不留 什么问题解决不留 对确实 一盘散散 那我觉得最后像郭文贵这样的 核弹机能解决点问题 所以有的人说 你是个骗子 你那么是法治基金 你圈钱 人家凭什么 把人家所有的时间精力拿出来 去无条件做事呀 他不是上帝呀 是不是 所以你说这种话的人 真的是用屁股思考 用脚丫的思考 你知道吗 你还不如不说这个话 你说说这个话来 让人家觉得你没有智商 你知道吗 你没有解草 人家又凭什么白白白去做 对不对 郭文贵他又不是谁呀 是不是 我昨天说了一些郭文贵 是因为有人私下给我留言 他说我对郭文贵怎么看 我对郭文贵就是这样看 郭文贵最初爆料 他就是说 报仇 保命 保财 知道吗 人家他没脱离他的宗旨 这是第一 第二一个 他用他的智慧 他用 曾经有人把他培养成这样 把枪口掉准了 仇恨 那个所有人仇恨的 那个那帮团伙 那 让那些追求自由的人 趁机得了便宜 有什么不好呢 你知道吗 难道你希望别人 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你 就是求无常的为你做事吗 你白白的捡自由吗 是不是太过分了 你知道吗 像我们这样的 他坐在这里说 你还没有感恩的新闻 花时间 整理一些资料 给大家分享这个 不但不感恩还骂 你知道吗 还有一个就是 那个我看到好像是台湾的 那个感觉应该是台湾的 还是香港同胞说 让多这个多传播这样的 让觉醒 就是有那种 有那个厉害国吧 我 我 我再活120年 我这样说 24小时不停地说 也不会 大部分人也不会觉醒 因为他们都用脚丫子思考 而且浓性 浓浓的 浓性浓浓的 你知道吗 再给他们50年 他也没有香港这个尽头 你知道吗 所以呢 其实那些觉醒的人 他不用别人说也觉醒 那些不能觉醒的人 他装睡 你是觉醒他的 你知道吗 所以我们愿意 透露一些信息给他们 是愿意让那些 正直善良 还有正义感 还有良知的人 能趁得住 就等到天亮 撑不住就往外跑 往外跑 到民主自由国家 甚至到二流的国家 都比 都比 目前的状况要好 嗯 是不是人家金三胖 已经开始改革 发誓要改革开放了 是不是 所以说全世界还有像南斯拉夫那样的国家 还在开回去倒退50年 所以说很可笑很可悲 愚蠢 真的很愚蠢 这个 我前两天挺开心的 就是 看到他们香港的同胞 全世界这么团结一致 真的是终止成长 我觉得人选区 也达不到这个了 达不到 这个你看到游行 你看到一个公民的素质 你看那个人 那个人 他不是开救护车进去吗 他们很自然的 唰 分开那个两道 不需要号召的 让开让开让开 不需要说的 你知道吗 这个一等人高贵的人 其实一下子就闪开了 开出一条道来 全世界都在看呢 都是他们这个素质 第二个 他们没有任何破坏 文明游行 但是他们也要会成为暴徒 第三一个 这一比较就比较 谁是流氓 谁是无赖了 第三一个 他们游行完了以后 把所有的垃圾都捡走了 而且这都是些年轻人啊 香港的年轻人真的很棒 给你们捡 double trap 你知道吗 点赞 真的太棒了 但是全世界人 对你们的评价 都是非常高的 你们是华夏儿女的骄傲 但是你们 香港依然有那种 黑群芝麻那种 卖国贼那种 那种贪婪的猪 也为了一点利益 出卖香港人的利益 所以他们 不过我看到那些 有钱人和艺人 都不敢出来 都不敢出来 黑社会怎么也不出来 不是很厉害吗 你知道吗 不出来 哎呀 悲哀啊 就是因为 所有的政策 都针对那些 没权没势的普通百姓 所以这次游行的 也都是普通百姓 不过香港的一个 警察署的一个 在食堂做饭的 他 在食堂做饭 他辞职了 他不干了 他说我不给你做饭了 做的好吃的 就给你喂饱了 你去打孩子 就是打游行那些孩子 不给你做了 你知道吗 我觉得在 如果在 沦陷去的话 没有人这样 赚钱啊赚钱啊 甚至发国难财 你知道吗 都没有 所以呢 这个是可以比较的 比较的 人种还是有诧异的 你知道吗 有三六九等的 嗯 那个 所以呢 我觉得 他们真的很棒 香港人真的很棒 嗯 二十三号 别忘了关注台湾 嗯 二十三号 台湾 台湾是成功的 台湾肯定成功的 嗯 所以呢 你 你家门口 有个灵魂 老是想着 抢劫你偷你 抢劫你老婆 还偷你的钱 抢劫你钱 这个是 会搞得心情不好 你知道吗 如果你家门口 有一个抢道 还要抢你的钱 还要 还要伤你的孩子 还要抢劫你的老婆 抢劫的女儿 这个是非常糟糕的 所以呢 碰到流氓了 只要用 给他更流氓 外面都不好使 真的 外面都不好使 嗯 然后 有一个人说 我不让我做视频 嗯 做不做视频 这是我的权利 我在西方 自由民主国家 嗯 所以呢 我不会接受 你的建议 嗯 还有 我看到一个网友给我留言说 那个叫什么 加拿大 一个什么梅 我知道他是一个军人 军人按照讲 是不应该出国的 军人和公安都不能出国的 他怎么可以出国 还可以 那样子 那个 还 以前我记得 嗯 有人说过 他做的视频 就是骂流氓团伙 但是骂了以后 回国都没事 回国都没事 然后呢 现在 现在呢 调图来 跟 跟这些正义良知的人 对着干了 又说 一国两知挺好 挺成功 又是 又是那个 这个是香港人 怎么回事 站在那个 麦岗林那边 那边说话 所以 我不 我不看他的视频 我也不定 嗯 嗯 嗯 哈哈 说点实事 没有任何的 各方面背景的 就像我这样 单纯的就是一个 普通家庭主妇 用我的眼睛看到 用我听到的我说 啊 啊 昨天我们又在跳舞 跳舞的时候 我们都会有休息 啊 又又给我说 又 这些人又有点说 我们一大包人 凑在一起又有点说 我的舞伴 有一个是28岁 有一个是35岁 还有一个是60岁 还有一个65岁 这四个舞伴 他一直都给我跳 因为他们好像 身体没有我好 他们跳一去 他们就休息 而我可以一直的跳 所以他们四个舞伴 和我一起跳 哈哈 然后不跳的时候 他们都在说话 嗯 就说这个 香港的这个游行 他们说 感觉太糟糕了 他们说 我们很幸运 我生活在这样的国家 你有看到吗 你有看到吗 投胎真的是不能选 生在哪人倒霉啊 生是这张脸的倒霉 一次跟他们丢人献严 丢死人了 嗯 金三胖这时间挺好的 金三胖还有点失识 你看 你看美国一找他 他马上就消停了 他老老实实的发展 他的那个 听劝 你知道吗 你说有一些 那猪头一样的 油盐不尽那种 你说人是要命啊 死得很惨的 会死得很惨的 唉 所以呢 没有任何一个人 人民会喜欢独裁国家 所以大家都向我民主 神圣的投票权 所以美国的人 美国公民 在美德华人 一定要投川普 不能投拜登 嗯 川普是 独裁杀手 在门 铲除邪恶流氓的 虽然这个 伊朗这个 这个独裁流氓 也在 也在这 调皮捣蛋 但是呢 我相信他没有什么 好下场 虽然不能一下子 把它铲除 take time 知道吗 所以我觉得 这些 恶影满贯的人 没有好下场 嗯 没有好下场 今天我家里有新的 新的新人 新的房客 入住 所以我不能太大的声音 他在搬家 我们家里现在住的 都是白人 没有和我一样脸的人了 Not anymore It's over 看到没有 我们的花园 还有这样的花 你知道吗 明天我就把它炒吃了它 炒着吃 这是香水玫瑰 可以炒着吃 嗯 看来现在还是 感觉看上去 还是风和日丽的 看着外边吗 风和日丽的 但是呢 毕竟是冬天了 所以还冷 所以我要穿这个 我要穿这个 我脖子我最怕冷 所以我戴围巾 嗯 谢谢那些 鼓励我的人 嗯 嗯 这个 嗯 嗯 我说 这个 人话 说实话 是因为我是一个完全健康正常的人 那其实西方很多这样的人 西方很多这样的人 西方很多这样的人 嗯 我也是受美国政府恩惠的人 嗯 美国男人把我冲苦海就救出来了 所以我爱美国 I love America I love New Zealand as well 所以我老公是双国籍嘛 所以我爱新西兰我也爱美国 我跟美国有一个特殊的感情就是因为我的爱人他是在美国出称的美国人 嗯 所以呢 我们的他的亲戚朋友还都在美国 所以我爱美国 美国承担社会 美国是大国服务 美国承担社会责任 啊 所以川普是最棒的 啊 那些 那些还不够知道的 其实 啊 你应该多上网看一下 危机百科 我建议你去看危机百科 你知道吗 看危机百科 嗯 你自己没有独立的思想 没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吧 你还是少说话 你看人家 你知道吗 啊 你看人家说什么 所以呢 嗯 很多人说不好的那肯定不好 嗯 所以肯定不好 所以现在这个麦岗林还没有还没有说光只是道歉什么也没妥协 又蹦出一个什么 什么什么叶什么是叶书利益什么玩意儿什么玩意儿 反正现在一条母狗又跑又又又又又又出来了 又说支持 嗯 啊 所以看来这个游行 嗯 还没办法 一下子打倒效果 然后那些人照样被当着暴徒 抓起来 然后这些什么警察呢 这些什么都在撒谎 你看没有 香港政界的人也是这样的 就跟那些流氓团伙是一样的 你知道吗 在撒谎 满嘴谎言 说了什么做什么都不承认了 你知道吗 装逼 被雷劈 你们都要 你知道吗 所以他们更是缺德 把自己的孩子都送到英国去 他们自己在那不考虑 不考虑其他人的这个这个 啊 后果 真的是很可恶 嗯 他们真是恶硬满贯 我都不知道该用什么骂他们了 嗯 真的是太糟糕了 你看我在说话的时候 我这个 我这个玫瑰香水的香味一直在 震震的震震的香 很自然那种香味 我今天啊 一大早就出去忙 啊 现在都已经两点了 今天八点我就起床了 平时九点我还在睡觉呢 所以呢 哎呀 这个做视频是我的生活的一部分 我的房客在那整理东西 在那整理东西 嗯 嗯 哎 收拾得很好 比我收拾得还好 嘿嘿 嗯 收拾得真棒 我给你们看看 看他开车出去了 看看他收拾的 看他摆的这个 是我给他的 你看 看西方人可会摆东西了 这是一个单身女人 跟我一样单身女人 他刚摆了我还没时间跟他聊天呢 我也在忙他也在忙 我放下东西我就跑掉了 嗯 然后那个 我可会收拾家了 你看收拾多好 黑的 其实我里边有垫子 他给我照上那黑的 然后我是 一个白的一个黑 一个红的那个垫子 他把他 他把他给我撤了 他换俩红的 你看吗 他们桌子他就摆一个东西 他摆 就是 就是很有生活情调 其实我那是个太阳房 就像阳台一样 他穿过以后 里边才是他的房间 他就要摆的漂漂亮亮的 我就给他一个微波炉 我不允许他用我的厨房 他完全和我是独立的 我是独立的一个房子 他在那边 很好 非常非常的棒 所以生活就要变通嘛 但是你所在的国家 有的时候 有些事情真的不能变通 所以我现在真的很感谢 那些伤害我的人 其中伤害我的人 就还有中南坑的人 我感谢你们这些人渣 把我带到这么美丽的地方 我现在还要告诉你们一个事 上次有人说那个船 在澳大利亚什么什么 运奶粉运什么 什么东西 说是搞祖司 我现在告诉你啊 他们不是搞祖司 他们的船是国家的船 不是他个人的船 拉回去吃的 他们全部从国外买东西 拉回去分啊 当官的亲戚朋友都分啊 怎么分啊 比如说一个人说五袋 上海的放仓库里 当官偷一袋摸一袋 顺一袋 全部都是国库的钱 他们现在吃的好多的东西 全部都是从海外进的 甚至是洗发水都从海外进 保健品 保健品什么什么 全部都是他们 他们已经自己不买自己国家出的东西 知道吗 他们的那个 我早就知道 我跟你说我也知道很多 我不愿意说而已 我也不敢说 你知道吗 他这个船 因为他已经大家都拍到了 大家都知道都在往上传 我才说 他是拿回去运的 就他拿回去分的 不是做生意 现在已经不允许做生意了 他们自己分啊 你知道吗 他们吃的任何东西 都是 都是专门有人检验 给他比如说像浙江周山的大厦 一车运过来 他家一分 你看了 一船 他人多了 也分不了多点 然后大米 比如说你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河北固安有一个基地 当兵的那种 他们的粮食 他们的菜什么 都是从那边的 没有污染 他们没有污染 但是上帝是很公平的 土地污染了 空气污染了 雾霾没办法特供吧 就像马云说的 我太平衡了 雾霾不能特供吧 这是马云说的 在视频当中 你知道吗 这些人 全部都是吃特供的 中央机关 那是上层的 更不用说了 包括军队 全部都是从外边运的 海外的运的 吃那些垃圾毒 毒的东西 全部你们这些屌丝 那些苦逼百姓 那些 那些 看着新闻幸福之丝很高的韭菜 而且你要的攒着钱 买在网上买个海外的 你也是买假的 记住是假的 你买不到新西兰奶粉 在沦陷去的网站 全是骗子 知道吗 你还不如给他喝大米粥 你还不如给他喝米糊糊 你知道吗 你知道吗 我跟你说的这个是百分之百的 他们没有 他们不吃的 他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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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葡萄都是 养的鸡 自己有农场 养的鸡 供鸡蛋 然后鸡下的粪 这是 围着那个葡萄树 长的大葡萄跟乒乓球似的 特供 全让他们吃了 知道吗 他们不吃任何的那个 不是做生意啊 记住 百分之二百 不是做生意 全分了 你知道吗 因为以前我就认识 郭伯雄的儿子 我看他跟他一块做过事情 不过被他骗的 我很惨 我一分钱没拿到是真的 所以你看他也有报应了 我说坑 我的人没有一个好下场 知道吗 所以我知道的很多这些事 他们在现在分房子 在中央机关 你知道吗 表面上给你拿三万五万 然后再退给你 免费分房子 免费啊 练以前练那个 那个那个 那个物压管理费 公安费都不拿的 免费住房 三环以内 大三居四居 两居 都免费 外面装修 全部中央机关 中央政府拿钱 免费 所以就苦了你们这苦逼百姓 你还在那儿骂 你还在那儿骂 给你那点狗粮 你还在那儿骂 骂那些为你 想把你从苦海拉出来的人 你不傻叉 你脑子被门挤了 你知道吗 你知道吗 所以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压榨百姓 像金三胖他二大爷那样 你知道吗 你说是不是该下十八层地狱 所以呢 那个 我看到在刘大胜那个微信里边还说是走私 这些王八蛋不需要走私那么费劲 知道吗 不需要 国库的钱都是他们的钱 就是 拿国库的钱买来给他们老婆孩子吃 亲戚朋友 你说那个当官的 他有丈母娘 有爹有妈 那都跟着吃呀 你知道吗 都跟着吃呀 所以 这些人能愿意 能愿意走向民主吗 走向民主有那个待遇吗 他们不愿意啊 所以那么大的一个国 可能至少有一半 他不愿意走向民主 你说你们叫那个劲干什么 谁他妈想推翻他们 谁想让他们走向民主 不要做梦了 不可能的 跟流氓无赖 你跟死缠烂打 没有 想出来的就赶快出来 知道吗 一流的国家去不了 去二流的 越南都比那强 告诉你越南没有强 没有防火强 越南的言论都是很自由的 所以越南人都瞧不起 那些沦陷去的人 你知道不知道 越南人很团结的 人家有民族自豪感 人家不同胞即将祸害同胞 全球唯一一个用吃毒的东西 给自己同胞吃的 就是沦陷去 知道吗 还能再坏吗 你知道吗 所以说 人类的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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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类的悲哀 还希望改变 我可没希望去改变任何人 我是希望去提醒那些 其实有的人已经知道 去提醒那些 还有的 因为毕竟一个人 不能全面知道这些 对不对 所以就像我说的 我看大圣在他那个视频里边说 好多人就说 这个走私他们就不知道 我想这不是走私啊 这是船拉着去给他们自己吃的 你知不知道他们用的卫生巾 都是海外出的 奶粉 那更不用说了 牙膏 所以是芝加过热的能用的 全部都是从海外进的 你知道吗 你们知道吗 不光是奶粉啊 西发水都从哪进啊 你知道吗 全部都是从海外进的 部队是一个小官官 当兵的没份啊 这些当兵的老百姓 他们没份 他们就干活没份 只要当个小官官 算是一道杠啊 一个星还是就算当官的 就开始有 不过当官的当的植物 植物低的话少 植物高的话多 知道吗 特别那两道杠几个星的 那还全部都免费 你知道吗 七大国八大也都给了免费 你明白吗 所以就是你们这苦逼百姓 现在你知道了吗 这个是真真实的 然后大家 还是有的是无知无知 无知无味 但是无知呢 不知道 不知道也好 还能在这儿愚蠢的生活着 如果你知道了以后 你又没能力出来 这个真的是很痛苦 我知道 嗯 不是任何人都很有魄力 一甩手就像我这样 一甩手去你妈的 姑奶奶撤了 把这个罪恶 只得留给你们 所以说 不是所有人都是这样子的 不是所有人都是这样子的 所以呢 也不知道该怎么的 现在是 现在反正是香港这边 我今天才看了新闻 其实我心情不好 哎呀我心疼那香港同胞啊 我心疼他们 你看看 他们花了那么多时间精力 啊 有的人体制不好 都没办法游行那么长时间 你知道吗 嗯 你别说 你别说那个人家给钱 你这有郭文贵说支持了 郭文贵把自己的钱支持他们 给他们添不添不 他们不用上班去游行 添不添不 证明郭文贵很好 你知道吗 他们是为了他们自己的自由和民主 为了他子孙后代 不给钱都应该去 凭什么有郭文贵就要给钱呢 你知道吗 所以说这给钱怎么了 你也应该给啊 你知道吗 你不给你就永远在猪圈里面做猪 你知道吗 你还要去骂人家 你还要去骂人家 你知道吗 你有什么资格 愚蠢的像一只猪 过得像个猪 一点没有尊严 你还去骂人家追求自由的人 你知道吗 我知道骂那些人 估计都是像五毛 你知道吗 你三毛钱都不值 你知道吗 你有三毛钱 你知道三毛钱多少牛币吗 多少牛币吗 一分钱 我们这都没有分钱 一分钱 你又值一分钱 一分钱掉地上都不减 你说你个下三烂 你个下三烂 你就给你那么点钱 你就骂人 然后等你在那靠骂人 拿那点钱 在那吃底沟油吃了转基因 等你生出的孩子都三头六臂 像像怪物一样 免疫力下降 生病给你吃十粒抗生素都没有用的时候 那个时候你反应过来 太耻了 上医院 人家说去你妈的 没钱滚出去 没钱不给治病 那个时候你反应过来 太耻了 知道不知道 没有骨气 剑民 给你三毛钱 就来骂人家 该死的五毛 剑透了 你们该下地狱 哎呀一说那些王八蛋我就生气 不说了 祝那些正直善良 还有正义良知的人 平安喜乐 上帝保佑你们健康 因为你们身体好 你们就不用去医院 身体好不生病 身体好就快乐 祝福你们善良的人们